大家好,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怎样做灌汤小龙包 我们先把香料来烤一下,也可以直接在煤气灶用火烤,使煮出来的汤更香 做肉皮冻最好提前一天做,可以用猪皮或者牛蹄筋 切几股或者五花肉,提高汤的味道 先焯水,把水倒掉 水烧开后,切入香料,再用消火煮2个小时 最后的半个小时,切点盐,糖和香葱 过筛,等凉以后放入冰箱明天用 可以用中筋面粉或者高筋面粉 中筋面粉的皮会比高筋面粉的皮暖一下 把水加热,有些小泡沫在锅底下就可以关滑,不要太热 我们稍微揉一下,因为面比较硬要先醒15分钟,让面变软,再来把面揉光滑 我们稍微揉一下,因为面比较硬要先醒15分钟,让面变软,再来把面揉光滑 面揉光滑以后,再醒面40分钟 我们来准备馅料,把酱,洋葱,香葱打碎或者豆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把水加热,用鸡汁或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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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汁 最后用香油和橄榄油裹住水分,不让它出水 做肉皮冻还有个简单的方法,我们可以用鸡肉汤,接点水用明椒 放入冰箱后,做出来就像肉皮冻一样 250克肉馅,加220克猪皮冻 做肉皮冻一样,把它剁碎 盖好,放入冰箱备用 醒好面再揉一遍 把面揉软,揉光滑 在最后醒一遍面,20分钟 面揉成长条,切成小剂就大约7-8克 把面皮擀薄 把面皮擀薄 把面皮的变圆擀薄一下,中间皮变圆后 把面皮的变圆擀薄一下,中间皮变圆后 把面皮做出来 把面皮擀薄 拌好面皮,用布盖上 晾在外面,它容易继续 一边捏,一边边缩 晚安 蒸7分钟就可以灌滑 葡萄醋有酸甜的味道 这是中筋面粉皱的皮,味软一下 这是高筋面粉皱的皮比较结实 可以把皮擀得更薄一下 好吃美味的灌糖小笼包就做好了 谢谢大家观看